咱们这期节目啊 来说一桩 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杀人碎尸案 您各位该说了 那这不应该是在隔壁的那个中外罪案实录里面更新吗 为什么在这更新呢 因为啊 无论是凶手还是被害人 都是华人 这起案件 当时也震惊了整个华人圈 这事啊 得从2012年5月底的一天说起 有一个在法国留学的姑娘叫王梦 王梦呢 她的妹妹啊 也在巴黎上学呢 这天呢 王梦就想联系自己的妹妹 可是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当她赶到妹妹家里边的时候 这屋子里边全是灰尘 桌上还摆着饭菜呢 很明显吃了 但是没吃完 剩饭剩菜早就发了霉了 哎呦 这怎么回事啊 即使有事出现 也不至于不收拾屋子就走吧 也不至于联系不上吧 2012年了 要不是说靠过去啊 得飞鸽传书 得写信的年代 那打个电话 发个短信总行啊 再一看 妹妹王莹一家人的手机啊 护照啊 都在家里边呢 即使有事出去 不可能不带手机吧 不可能不带护照和其他证件吧 这一下啊 王莹彻底害怕了 哎呦 别是出事了吧 于是赶紧报了案 并且呢 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寻求了帮助 当地警方啊 这办案效率确实也不怎么高 报警一周之后 这调查也没什么进展 不过一周以后 有一个当地老百姓 在巴黎范塞纳森林 跑步的时候 跑着跑着 看见一什么物件 这什么呀 也是好奇之下 仔细看看吧 哎呦 发现是一条人腿 再往旁边这么一看 不光有人腿 还有一句无头女尸 吓得这个人啊 赶紧报了案了 警方到现场 这么一看 立刻就联想到了 王梦的妹妹王莹的失踪案 这要放到咱国内 赶紧进行DNA比对 确定失源 调查死者的社会关系 然后进行调查呀 然后进行侦破呀 可是 他们办案效率太低了 又过了十天 这案子呀 还是没有眉目 直到十天之后 这案件有了重大进展 您各位说了 哎呦 这警察查出什么来了 什么也没查出来 而是真正的凶手 去警察局投案自首了 这凶手啊 也是一个华人 是一个保姆 他跟他的丈夫一起去自首的 这时候警方才知道 感情那个无头女尸 还真是王梦他妹妹王莹啊 而那条人腿 不是王莹的 那条人腿很明显是个男人的人腿 那条人腿呀 是王莹的男朋友的 那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这个保姆 为什么要在异国他乡 杀害自己祖国的同胞啊 他又为什么最终主动投案自首呢 咱们呢 从头到尾来说说 这事儿得从08年说起 王梦跟王莹都是辽宁人 08年呢 姊妹俩一起到法国留学 王莹是在巴黎读书 王莹呢 不在巴黎 但是离巴黎也不远 反正法国就那么大点地方嘛 有时间呢 他就去巴黎看妹妹去 王莹一个人在巴黎上学 举目无亲孤单无助 哎 这时候就认识了一个男孩子 叫薛良思 这薛良思啊 不是上学 是在巴黎打工 比王莹的大一岁 福建人 他呀 已经在法国待挺多年头的了 但一直没有取得合法身份 他呢 家境也没那么富裕 就想着在国外多挣点钱 为了福建老家的那些亲人们 为了多挣点钱 哪怕是黑户 也是玩命的工作 两个中国人 在一国他乡认识了 这薛良思呢 还挺照顾王莹 这么着 俩人很快就谈起了恋爱 恋爱之后呢 就同居在了一起 还生下了一个儿子 儿子呢 取名叫卢卡斯 王莹啊 和薛良思啊 这都不是大富大贵家庭的 到了法国之后 这家伙消费多高啊 更何况巴黎 这是全球的时尚之都啊 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房子是租的 王莹呢 主要还是得学习啊 得继续学业啊 薛良思原来自己养自己 都感觉费劲 现在呢 还得养儿子 还得养女朋友 除此之外 家里边不富裕啊 家人还指望着 他在法国挣钱呢呀 他还得给家里边寄钱 这王莹 学业很忙 薛良思 工作很忙 俩人没工夫照顾孩子呀 孩子又那么一大点 于是就得找个保姆 说来呀 也挺凑巧 在巴黎呀 中国人呢 会有一个圈子 咱们大致就说是华人圈吧 大家有事没事的 就互相帮衬着 这么着 俩人就遇上了一个合适的人选 叫张慧 张慧跟他们介绍的时候说 我叫张慧 是一名全职妈妈 在巴黎十二区 有一套公寓 六十平米的 在法国 也有合法居留权 我在怀孕的时候啊 就开始学习育儿知识了 我孩子已经三岁了 把孩子教给我的话 你们可以完全放心的 再一听这张慧 人家那法语 那个流利呀 学历也还不错 看着挺温柔细心 这么一个人 王莹和薛良思 就特别满意 还觉得咱们运气真好 碰上这么好的人了 刚需要有人照顾孩子 就有这么合适的保姆 送上门来了 后来决定之后 就给张慧打了个电话 王莹薛良思抱着孩子 来到了张慧家里边 跟张慧商量具体的事情 到了张慧家里边 这么一看 这么一聊 对张慧家的情况啊 有了一个更详细的了解了 张慧呢 三十一了 也是辽宁人 跟王莹 这算是老乡啊 而且张慧结婚了 他的丈夫呢 叫路特 路特呀 也在家里边呢 这路特呢 比张慧小一岁三十了 是上海人 他跟薛良思一样 在法国打工 打工这些个年 还是没取得合法身份的 所以 这两对之间 经历都大差不差 一见如故啊 聊得这个开心啊 这个头脾气啊 当场就决定雇佣张慧 照顾自己的孩子 因为王莹和薛良思很忙 就把卢卡斯啊 送到了张慧家里边 让张慧全职托管 隔几天呢 王莹和薛良思就去张慧家里边 看一眼去 除了张慧的保姆工资之外 还商量好了 王莹夫妻俩呢 负责孩子的奶粉 和日常生活用品的各种开销 这个事情合情合理 对吧 事情进展到这儿 那还挺好的呀 互相都满意 互相也投缘 那后来又是因为什么事情 这才让这保姆 灭了王莹他们一家三口的门呢 上期节目啊 咱们提到了 这王莹和男朋友薛良思 俩人有了孩子了 王莹得上学 薛良思得工作 那怎么办呢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保姆 就是张慧 于是呢 就达成了协议 把孩子呀 放到张慧家里边 王莹跟薛良思呢 每周啊 到张慧家看看自己的孩子 同时呢 除了给张慧开工资之外 也得负责孩子的奶粉啊 这种日常开销啊 眼瞅着 这生活步入正轨了 孩子也得到挺好的照顾 这小两口呢 该上学上学 该上班上班 08年5月底的一个周末 王莹和薛良思 没事把儿子接到家里边 哎 一起过了过一家三口 天伦之乐的日子 5月23号 就又把儿子重新送回到了张慧的家 但是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上 王莹啊 就接到张慧电话了 在电话里张慧就说 哎呀 我这几天有急事 你能把卢卡斯接回家 自己照顾几天吗 王莹当时心里还纳闷呢 不应该呀 能有什么急事啊 不过可能有点什么突发的事吧 也没多想 张慧呀 很稳重 挺贤惠这么一个人 既然他这么说 肯定不是骗我 人家肯定有事 那再苦再忙 自己的儿子 那自己照顾着 那没话可说呀 于是呢 就跟薛良思 一起去接孩子卢卡斯回家 刚一到张慧的家呀 王莹就觉得 气氛有点怪怪的 用现在的话来说 整个家里边气压很低呀 屋子里边四个大人 一个孩子 谁也没说话 四个大人 王莹和他男朋友 张慧和他老公吗 王莹呢 跟张慧夫妻俩点了个头 就算打招呼了 直接就走向了客厅的婴儿床那儿 就去看自己的儿子 因为这时候王莹已经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 往常一来 张慧夫妻俩都很热情 这回一进来呢 这俩人啊 脸上清一阵白一阵的 王莹到婴儿床那儿 这么一看 哎呦 卢卡斯也不动 脸色乌清乌清的 王莹就赶紧喊他 卢卡斯 卢卡斯 然后一边喊着 还一边晃动他 大孩子就是没反应 这时候王莹 这胳膊 这手 哆哆嗦嗦的 放到了 卢卡斯的鼻子下边 哎呀 孩子怎么没呼吸了呀 王莹一下子吓傻了 哇啦就哭了起来 我儿子怎么没呼吸了 怎么回事啊 一看王莹这样 薛良思也吓坏了 赶紧跑了过去 一看孩子 果然是没了 哭疼一下 就瘫坐在了地上 张慧啊 这时候 一脸惊慌失措 王莹 你先冷静一下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好像早就没呼吸了 我跟路特也很奇怪 明明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还是好好的 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们 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当然了 王莹 良思 你们知道 路特的身份很特殊 所以这件事情不能报警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给你们补偿 好吗 好吗 请你们冷静 说让人家冷静 儿子没了 怎么冷静啊 王莹 一转脸 看张慧那张脸 倒是挺冷静 甚至啊 感觉张慧的那表情 还带着那么一丝嘲讽的意味 王莹 彻底愤怒了 一转身 把张慧就扑倒在地上 用手 死死的掐住了张慧的脖子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但是张慧力气很大呀 王莹 毕竟是一个瘦弱的女孩啊 这薛良思一看 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呀 他也恨得牙痒痒啊 自己的亲生骨肉没了呀 转身去了厨房 拿了一把刀出来 张慧的丈夫路特一看 哎呦 不行 马上要出大事了 赶紧上去阻拦薛良思 可是 这薛良思 也已经愤怒到了极点了 拿刀子 把路特的胳膊就给划伤了 在推散过程之中 路特又撞到了桌子 啪的一下 晕倒在了地上 那把刀啊 也在扭打的时候 掉在地上了 这刀正好掉在了张慧旁边 张慧那正让王莹掐着呢呀 这手啊 一下就把刀给拿了起来 随后唰的一刀 朝着王莹的脸就刺了过去 王莹脸上的血刷就流下来了 一下子 王莹傻了 满面惊慌的看着自己的男朋友 薛良思 薛良思赶紧过去查看王莹的伤口 照理说到这 王莹已经不攻击张慧了 薛良思在那负责照顾王莹啊 也没有攻击张慧 张慧的正当防卫到这就该结束了 但是他没停下手里的动作 桌子底下工具袋里边有个斧头 反而拿起来这把斧头朝着王莹和薛良思 就砍了下去 咱们再来说路特 不是脑袋撞着桌子给晕倒了吗 过了半个钟头 这才醒 怎么醒的呢 被吵醒的 滋滋啦啦的 什么声音呢 醒了之后 这头还晕晕乎乎的呢 顺着声音呢就走到了卫生间 这时候看见张慧手里边正拿着一把电锯 在西方国家呀 很多人家里边都有电锯啊 因为平时干点什么活 你去找工人 人家那个收费太高 所以绝大部分的活自己能干的就干 同时呢 家里边有小花园的 也是拿着这电锯修修修修修的 这路特见张慧手里边拿着电锯 在那可没闲着 对着王莹和薛良思的尸体 就在那嘖嘖在那滑了着呢 路特也吓傻了 这还是我那个温柔的媳妇吗 怎么这样的呀 我从来没见她这么恐怖过呀 这时候张慧一扭头看向了路特 两眼那通红通红的 脸上身上全是血呀 是啊 你想啊 拿着电锯修尸体呢 那些呲呲的往上喷呢 路特吓得呀 也不敢问怎么回事了 也不敢说话了 随后自己默默的转身 却打开了洗衣机 想着用洗衣机的那个噪音 来掩盖电锯的声音 这玩意儿盖不住电锯那音多大呀 得亏呀 附近的人家家户户也都有这玩意儿 也没人多想 把尸体处理好之后 他们呢 把这尸块 分装在了好多个塑料袋里边 路卡斯的尸体呢 被他们随便扔进了一个附近的垃圾桶 而那些塑料袋 那些装着尸块的 让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扔树林子里边了 回家路上 又专门去商店 买了一种清洁剂 那种强力清洁剂 把家里边清扫的这个仔细啊 弄得干干净净 再之后 给王莹的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要打不通 不都有那种电话留言吗 这张慧故意留下电话留言 他就说 王莹啊 今天不是让你把路卡斯带走了吗 我这边可能还要耽误一段时间 因为国内的老公公生病了 我跟路特需要回国一趟 我们尽快回来 好吗 除此之外 张慧和路特还会想尽什么办法来掩盖他们的罪行呢 最终张慧和路特又会面临怎样的法律惩处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一切都做好之后 张慧呢 给王莹手机打了一个电话 留下了一个电话留言 张慧这语音留言讲完之后 哎呦 长输一口气 能做的全做了 毫无破绽了 开始收拾东西 先去银行 把现金都取了出来 订了两张非上海的机票 一周之后 讨之夭夭了 要看起来是天衣无缝啊 只要尸体不被发现 那是揭露不出来呀 但别忘了 咱上期节目就说了 王莹 她还有姐姐 在法国呢呀 咱们上期节目也说了 王莹 进到妹妹王莹家里边 一看 桌上还有饭菜呢 剩饭剩菜 都长了毛了 给妹妹王莹打电话 也没人接 于是王莹 又找到了妹妹王莹的朋友 她的朋友说 哎 你问一下张慧吧 她不是卢卡斯的保姆吗 他们的联系很密切 后来王莹 联系上了张慧 这张慧却说呀 5月24号那天 他们把卢卡斯接走了 就再也没联系过 我现在在上海照顾我的公公呢 怎么了 王莹出什么事了吗 王莹呢 一听哦 她也不知道王莹去哪了 把电话就挂了 但她还是担心妹妹 就去到了附近的警局 报了警 一眨眼 到了6月7号 距离报警 已经过去一周了 咱们呢 在上期节目里面也说了 当地警方办案效率 也确实比较低 王莹也没收到 有关王莹一家人的情况 她呢 又去求助了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还在网上发布了 王莹一家三口失踪的消息 这巡人启示 很快就传遍了巴黎的华人圈 同时啊 也传到了张慧和路特的耳朵里 别忘了 他们也是通过那个华人圈子认识的呀 与此同时 有人在那片树林子里边露营的时候 发现了装着石块的袋子 虽然警方没把失踪案 跟这事结合在一起 但是张慧还是在网上看到这则新闻了 张慧也知道这事啊 早晚得暴露 于是找了一个律师 跟他们一起赶回法国 向警方主动自首 张慧夫妻自首之后 就被羁押起来了 但警方还有很多的任务得做 首先得确定 这树林子里边发现的尸体 是不是王莹跟路特要进行尸检呢 巴黎啊 夏天比较超湿 所以尸体拒人观的特别明显 都在那烂得发臭了 在王莹的要求之下 警方呢 采集了王莹的血样 和女性尸体 进行了DNA比对 确认死者就是王莹 那不出意外的话 另一具尸体就是薛良思啊 尸体身份确认了 警方呢开始对张慧夫妇进行审讯 但张慧呀 是这么说的 5月24号那天 我在照顾路卡斯的时候 突然发现他不能呼吸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从来没碰上过这样的情况 于是我给王莹打电话 哪知道他们一来 就对我破口大骂 王莹还要掐死我 我真的没办法了 我用斧头对着他们看 只是为了自保 之后就把他们肢解之后 开车去了森林里面抛尸 卢卡斯被我扔进了垃圾桶 听起来似乎也合理呀 警方又问他 那你杀了人了 为什么选择自首呢 张慧说了 我确实已经逃掉了 已经回国了 但我的良心 不允许我这么做 所以为了正义 我回来了 不过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呀 好端端的一个孩子 怎么自己就停止呼吸了呢 按正常来说 孩子停止呼吸了 那正常的父母 第一反应一定是报警啊 带着警察 去查这孩子的死因 那在张慧家里面 发生的事情 是不是真如张慧所说那样 王莹一进去 就要直接杀了张慧呢 这个事情 父母因为孩子的死 一时怒火攻心 做出过激行为 尚且能解释得通 更疑惑的是 薛良斯在法国打工那么多年 还是个体力劳动者 也不瘦弱 当时路特也已经昏迷了 张慧怎么就那么轻易的 一个人杀了俩人 还那么轻易的 把尸体就肢解了呢 路特当时真的是昏迷了吗 既然张慧已经想好自首了 为什么离开巴黎之前 要假装给王莹的手机 打个电话 留下一个假的留言呢 面对这些质疑啊 张慧保持沉默了 什么也不说了 只能把重点的审讯方向 又转到了路特身上 在路特这儿 听到了另一个版本 路特说呀 其实我和张慧的感情早破裂了 也没住在一起 但我知道他在做保姆 那天他给我打电话 说雇主的孩子没气了 我赶到家里 他很慌张 想要报警 我没敢让他报 毕竟我是黑户 我得为自己考虑一下 所以我就让张慧 把王莹夫妻俩叫过来 到家里再说 没想到大家吵起来 甚至打了起来 我被血量丝打晕了 醒过来的时候 他已经在卫生间处理尸体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 我也只能帮着张慧 把尸体处理掉 你看 从路特的嘴里说出来的是 他跟张慧感情破裂了 是孩子已经死了 这才把路特叫过来 在路特的口中啊 把所有的这些责任 全推给张慧了 我就是个局外人 全是他干的 我是被迫的 那事情真相到底是什么 其实警方啊 也头疼 所有证据都很模糊 找到王莹薛良寺的尸体了 确定了凶器了 但是卢卡斯的尸体还没找到 其他的线索也没有 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只有张慧夫妻俩知道啊 最关键的是啊 陪审团选择了 相信路特的说辞 他们认为这件事情 就是张慧策划实施的 路特只是参与了处理尸体和抛尸 2016年1月22号 巴黎法庭做出宣判 张慧因为防卫过大 加上有自首情节 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 而路特呢 则被无罪释放 但因为他没有合法的法国身份 被遣返回国 而至于卢卡斯的尸体在哪 到现在也没有找到 这起案件 真正的背后原因 到底是什么 当时在张慧家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仅仅是张慧夫妻俩的供述 当时的细节 没有人能够再给证实了 更让人感慨 或者说气愤的是啊 张慧被判处了 20年有期徒刑 但是 就在2024年3月份 也就是两个月之前 张慧被批准 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之后 出狱 在家服刑 还没到20年呢 这才过了几年呢 他怎么就可以出狱了呢 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 张慧在服刑期间 认真改造 积极参加各类活动 还被一个宗教团体接纳了 还陆续向被害人家属 支付了将近3500欧元的赔款 根据法国当地的法律规定 如果张慧在家服刑期间 遵守了一系列严格的限制规定的话 那么 他将会在今年9月份 获得假释 对于这个结果 不知道您各位如何看待 网络上甚至很多人说 张慧是完美的罪犯 他当时为什么选择 回法国自首 或许他是考虑到 一家三口灭门 早晚会被发现 那还不如回法国 毕竟法国没有死刑 今天呢 我的精神状态莫名的好 特别奇怪 昨天晚上失眠 睡了不到五个小时 可是今天起来呢 感觉全身充满了活力 这是不是回光反照 趁着我还没走 再给各位说一个 90年代末到2000年 留在四川等地的一个 杀人抢劫团伙 从成都西行30多公里 到达崇州市崇阳镇 从崇阳镇又西行40多公里 到达狗家山区 2000年5月6号晚上8点左右 就在狗家山区的狗万公路上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崇州交警汪海和黄又鸣等人 接到报警之后 迅速地赶到现场去勘察 得到通知 几位山民呢 也去帮助推车 山民们在人际罕至的山道上急行 转过一道弯 就发现前面啊 射来两道汽车的灯光 一辆紫色的奥拓 停在路边 两个男子呢 正在清理已经完全破碎的车窗玻璃 另外 还有两名男子 蹲在一个阴影里边 其中有一个人 特征明显 有点秃顶 山民们从车边走过的时候 发现车身下边有一片血迹 就好心地问他们 师父 是不是出车祸了 要不要帮忙啊 一个瘦高的男子就答 没事 刚刚让一车呀 刮了一下 把手弄出点血来 山民们见几个人 似乎确实没有受伤 还想细问一下热心吗 却发现 几个人的眼光啊 有点凶狠 还有点怪异 就不敢多说了 暗中记下了这辆紫色奥拓的车牌号 穿A勾 8102 然后就向前走了 等到交警赶到了交通事故的这个地方 山民们讲起刚才的事 交警汪海和黄又明 他们觉得这事奇怪 为什么呀 这黄山野岭的 如果说出了车祸 很少有人会拒绝别人的帮助 而且呢 现场有血迹 又没有人受伤 这实在是想不通 于是啊 交警们赶紧处理完手头的这起事故 就赶到山民们提起的那个地方去查看 但是到地方之后 发现那辆奥拓早就没影了 地上呢 留下了一堆碎玻璃渣子 还有一团血迹 交警们仔细查看之后发现 那团血迹延伸出一段脱痕 然后到路边上消失了 站在路边 汪海和黄又明举起手电 朝下边漆黑的杂草丛林中照过去 手电光在数十米之外定住 众人倒吸一口凉气啊 一具难尸挂在那儿 经过检验发现 现场的挡风玻璃碎渣 很可能是枪弹击碎的 很快尸检结果也显示 死者确实死于枪杀 在现场呢 还发现了军用子弹的弹壳 崇州市公安局立刻成立 五六枪杀案专案组 很快他们就调查得知 川A沟8102 奥拓车的车主是蒲江县人 再通过蒲江县公安局 刑警大队协查得知 该车已经几亿骑主 而且都没有过户 最后呢 好像是通过一个双流的车串串 卖给了崇州的野地司机 就是一个车贩子 卖给了一个开黑车的 七号的清晨 几路警探全面出击 把崇州市所有的出租车和野地 翻了个遍 也没找到这辆车的车主 专案组意识到 侦查方向出了问题 逐渐扩大协查范围 请蒲江 都江县 彭州等县市的交警和刑警协查 很快 都江县交警 传回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当天上午 有群众在民江的一个支流当中 发现了一辆紫色的奥拓汽车 捞上了一看呢 前车窗玻璃已经被打烂 车内驾驶座上有血迹 车牌号正是川A沟 8102 而且在车内发现和狗家山 同样批号的军用子弹 紧接着 蒲江县刑警通过另外的线索查知 这辆奥拓车 现在的车主 是彭州市淡肥厂的下岗工人 李祥 紧急协查传到彭州 彭州警方迅速做出回应 7号的上午啊 李祥的家属就到桂花派出所报案 说他6号的下午6点左右出车之后 就失踪 再也没有回来 获得这个线索 副大队长武县民 率领侦察员素强 罗威 孙燕等人 奔赴彭州 现年23岁的李祥 是家里边的独子 这个人呢 早年丧父和母亲相依为命 几年前 李祥经过别人介绍 认识了端庄秀美的小秦 两个人呢 情投意合 很快就定下了百年之好 就在李祥失踪之前 两人刚刚把新房布置完毕 准备这几天就洗劫良缘了 晚上七点左右 彭州市公安局的民警带着李祥的亲属赶到崇州 李母和小秦 结果死者照片一看 这脸当时就白了 双双的晕倒在地上 据知情人反映 李祥平时出车呢 非常的谨慎 一般都不走远路 就是走远路 每半个小时也要跟家里人联系一下 5月6号那天下午 李祥呢 正跟朋友打台球 手机响了 朋友呢 就听见他说 喂 五哥吗 在哪啊 哦 我马上就到啊 挂了电话之后呢 李祥问朋友 到都江宴江安桥怎么走 听完朋友的指点 李祥就开着自己那辆奥拓车朝都江宴的方向去了 再据李祥的小舅反应 他五点左右出车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 小秦呢 不放心 托他给李祥打电话 李祥说 没事 我跟杨哥在一块 就这一句话之后 挂断了电话 看来 五哥和杨哥应该是同一个人 而且和李祥熟识 那这个杨五哥又是谁呢 专案组对杨五哥展开了调查 很快 前后服刑三次 共16年的杨贵青浮出了水面 他秃顶的体貌特征 与狗家山上发现的其中一名嫌疑人 非常的相符 与此同时 技术人员把提取的物证 经过认真的研究和分析 得出了惊人的结论 凶手是趁李祥开车 在山道上缓慢行驶的时候 从后座开枪射杀的 也就是说 当李祥被击中的瞬间 奥拓车肯定会失去方向 甚至可能连人带车 掉到山崖底下 凶手在明知道很危险的情况下 杀人 足以见他冷血和亡命的本性 此外 凶手选择的作案地点 离万家监狱很近 而杨贵青 曾经在这扶过刑 他熟悉地形 价值凶手们采取的种种反侦查手段 可以推断 如果杨贵青是凶手 他的同伙很可能也有犯罪记录 而且极有可能是杨的育友 5月8号 专案组兵分三路 一路赶到万家新园监狱 了解杨贵青服刑期间的表现 还有他育友的情况 一路赶到都江宴继续对杨贵青 可能来往之处实施严密的监控 还有一路往彭州十方 对杨的社会关系网进行树立 根据调查 杨贵青在几次刑满释放之后 伙同他的育友 阮兴利 潘传东 周玉福等人 长期的流窜在都江宴 彭州十方等地 还有人曾经看见潘传东啊 有一把手枪是真枪 并且有来源不明的手机 传呼机和车辆等等 很快 潘传东和公安部网上都捕逃犯 冉兴利二人的犯罪记录 也被传真到了专案组 到这儿啊 众贤疑人逐一的险刑 一张更大的吉卜网 也在成都和德阳两地张开 5月9号上午 专案组在查找潘传东的时候 接到群众反映 上午 还有人在村里见潘露过面 平常 潘家进出的人员很复杂 不过呢 有一个秃子 和一个黄发女子的特征 很明显 大家都记住了 就在这时候 侦察员高明灯远远地望见一个穿着 吐不吐 羊不羊 吊儿郎当模样的年轻人 坐着一辆火三轮 摇摇晃晃地进了村 静止朝潘传东家 那两间破烂的泥屋开过去 刑警们两人一组 快速地包抄过去 冲进屋里 把这个可疑的男青年给摁住了 经查 这个人不是潘传东 而是他的小舅子 罗某 这人呢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有一回啊 罗某在石方城里边 跟人家发生争斗 对方呢 很快拉了两车人 哎 回去吹哨去了 拿着刀枪剑戟 辅越勾插 边捡朔磅 是拐子流行 带尖的带日的 带勾的带刺的 这一众人 哇呀呀的就杀上来 罗某且战且退 给潘传东 还发去了求救的信号 片刻的功夫 潘传东和三哥五哥等人 拿着滑塘猎枪 手枪和火药枪赶到了 那辆车人呢 马上就吓得做鸟兽散 瞧见了吧 都是纸老虎 这些黑恶势力 别看平常特别嚣张 只要有比他们厉害的 跑得比谁都快 都是人 根据罗某的刻画 专案人员推断 三哥就是染星利 五哥就是杨贵青 看起来 这三个人的关系非常好 而且都持有武器 专案民警在和石方刑警 会诊五六枪杀案的时候 另一起发生在石方的 抢劫杀人案 也进入了专案人员的视野 2000年4月16号的上午 一个矮个秃子在彭州市城关 租了一辆夫妻俩轮流驾驶的红色奥托车 先去桂花镇接了一名黄头发的女子 又返回彭州市吃午饭 这期间呢 秃子向男司机要了一张名片 吃完饭之后呢 秃子又找到了夫妻俩 说麻烦你们再送我们俩呀 去石方接两个客人 以后呢 我们也会经常照顾你们生意 一回生 二回熟 司机的妻子打消了顾虑 他没有随车去 这也不知道是姓 还是不姓 第二天传来了噩耗 男司机被人抢劫之后 枪击头部杀害 尸体和车辆呢 都被凶手抛进了河里 看来石方426和崇州56案 这两个案件的手法非常相似 而且呢 矮个秃子的体貌特征 也与杨贵清吻合 那 跟杨贵清在一起的神秘黄发女子 又是谁呀 通过她能不能找到杨贵清的蛛丝马迹呢 5月9号下午 都江燕繁华的市区 专案组重点不空的区域里 黄发女子出现了 他坐着三轮车 先在杨贵清的熟人阿明的店铺前边 警惕地转了好几个圈 然后再下车走进去 递给阿明一张纸条 之后呢 转身出来 又坐上三轮车 急奔出数十米远 跳下三轮车 消失在人流里 刑警们在远处观察 黄发女子在地址 调给阿明的时候 阿明呢 一脸都是疑惑 显然 他并不认识这个女人 而从这个女人 神出鬼没的举止 可以推断 杨贵清她们 可能已经闻到了什么味儿 但是 她既然敢冒险 派人来传递消息 必然是遇到了难题 刑警们推断 最大的可能 是杨贵清一会儿啊 想逃之夭夭 但是手头没有钱 为了不打草惊蛇 大家决定 严密地监视阿明 如果阿明不动 那可以诱猎物上钩 如果阿明动了 就可以顺藤摸瓜 那天夜里 阿明并没有什么举动 专案指挥员 凭借直觉和经验判断 猎物就要上钩了 5月10号 专案组把各路人马 重新调整 大部分警力 汇集在都江宴 加强重点区域 和路段的布控力度 考虑到杨贵清一伙 持有武器弹药 而且格外的凶残狡诈 专案组派人向成都 请求支援 10号上午10点左右 神秘的黄发女子 再度出现了 她到店里之后 假装买货 把第二张纸条 悄悄地塞给了阿明 之后又转身离去 按照不见兔子 不撒鹰的既定方案 埋伏在附近的武县民等人 没有动手 到下午2点 又一个可疑的男子 出现在阿明的店铺前边 侦察员装作路人 从旁边慢慢地经过 他看见 阿明递给来人几百块钱 但是呢 来的这个人呢 却不太高兴 说 太少了 等会儿再说 就在这名男子转身离开的瞬间 埋伏在稍远处的几名侦察员 迅速地轮番跟踪上 这名男子呢 七拐八绕 来到城郊一片 方圆数十亩的 非常开阔的空地上 这时候 刑警们猛然发现 空地的制高点上 站着一个矮个的长发男子 再细一看呢 那个长发随风飘摆 刷刷地放光 怎么看 怎么不像是人头发 大家明白了 假发 这个人就是杨贵精 由于侦察员们身处不利的地形 他们果断决定放弃跟踪 暂时不要惊动目标 只见那两个人接头之后 轻刻间引入了一片工地 下午五点二十五分 黄发女子和可疑男子 又双双地出现在了阿明的店铺里 这回啊 他们俩让阿明接了一个电话 之后 阿明只能将一碟钞票 塞进了两个人的手里 这对男女拿到钱之后 迅速拐入一条小街 刚要招手上出租车 就被宫后多时的便衣们给摁住了 而这个时候传来情报 杨贵精正躲在蒲阳镇 香巴里卡拉OK等着这笔钱 五点三十五分 刑警们远远地看见杨贵精 已经摘下了假发 双手拿着件衣服 正站在香巴里卡拉OK厅 往外张望 大家迅速地形成包围圈 车都没停稳 就把还没做出反应的杨贵精 给摁倒了 杨贵精被擒之后啊 虽然是倒地了 双手被反捡 可是这手还藏在那卷衣服里 有刑警眼疾手快 一把把蠢蠢欲动的双手 牢牢地牵住 扯下衣服卷 他那手里边 抓着一枚军用的手榴弹 经过图审 黄发女子叫张倩 是杨贵精的情妇 可疑的男子叫何武 这两个人都是杨贵精的心妇 但是这番钱来 仅仅是为了取钱 跟这一系列案件 没有直接关系 杨贵精被升勤之后啊 有和公安机关 抗拒到底的心态 只字不吐露 侦察员根据他曾经 三次坐牢的劣迹 和已经掌握的证据 巧妙地发问 迫使他 供述出五六枪杀案 使他和阮兴利 潘传东 曾武等人所为 作案动机 就是为了抢劫李祥的财物 而根据群众反映 杨贵精在服刑期间 他的女儿突发疾病 正是李祥 人家免费开着车 把杨贵精和女儿 都送到了医院 但是人性泯灭的杨贵精 还是把毒手 伸向了自己女儿的恩人 通过进一步的审讯 杨贵精还交代了 曾武躲藏在都江宴 具体地址不知道 而染潘二人 持假身份证 现在隐藏于十方某地 他们身上 还有军用手榴弹 自制炸弹 一把六四式手枪 和一支滑堂枪 四个人在狗家山作案之后 曾经煞血为盟 如果遇到警察抓捕 就跟警察同归于尽 这时候 已经是五月十号 晚上八点半了 专案民警 已经连续奋战了 五天五夜没有休息 为了在其他嫌疑人 尚未发现杨贵精被升勤之前 实施抓捕 专案组留下一路警力 继续查找僧武的下落 另一路呢 押解杨贵精直奔十方 找到染潘等人藏匿的大致区域 由于天色已经比较晚了 情况很复杂 不清楚他们具体的住址 专案组决定 在重点区域严密布防 将行动推迟到第二天 十一号一大早 专案刑警在十方城郊 布下了一张吉拿的大网 一路呢 在重点区域的几处要道守候 一路清查化名陈建强的染兴力 及化名吴志德的潘传东的暂住地 另一路潜伏在潘传东 经常出没的一个饭馆附近 上午十点 染兴力首提一个包裹 走出了一间公共浴室 进入侦察室县 三名刑警立刻对染兴力 形成三角包围的队形 走出去大概三十米 染走进一家干洗店 把包裹交给工作人员的时候 三名刑警互相递了个眼色 其中一名猛然使出一个踹腿锁喉 把他死死地夹住 另外两名也是左右发力 把染暗倒 牢牢地制服 然后迅速撤离 事后才知道 如果再晚几分钟 这精彩的擒拿镜头 也许就会被潘传东给撞见 从而可能失去一个 抓捕潘的绝佳机会 染兴力被押解到 临时专案指挥部之后 交代了炸弹和手枪 都在潘传东身上 但是拒不提供潘的藏匿地点 刑警们分析 抓捕染星力神速 不会惊动潘传东 于是继续在园区附近射服 那一天 石方的天气出奇地闷热 刑警们有的挤在狭窄封闭的车厢里 有的棚头垢面 半卷着裤管 装成无业游民 躲在路边很不起眼的地方 但是每一双眼睛 那都是雪亮雪亮的 十二点十分左右 潘传东和两名男子 从一个小巷里边走出来 又跟另外三个壮汉碰面 一块走进了一家饭店 大热天的 潘传东却身披一件黑色的西服 左胸前边啊 拢起来很大一团 好像里边藏着什么 右手呢 始终插在裤兜里 不时的东张西望 由此可见呢 染性力去洗澡 这么长时间没有回来 已经让潘传东心生疑虑 他极有可能随身携带着枪支和炸弹 专案指挥部迅速调集警力 秘密地向饭馆靠拢 对他形成包围之势 密切监控 鉴于当时饭店里还有其他两桌群众 而且攀传东一行人 情况不明 专案指挥部又随即向成都市公安局领导请示行动方案 向十方警方请求支援 李建局长迅速做出指示 注意安全 果断行动 如欲反抗 立即击毙 十二点半左右 吉普工作准备就绪 这时候呢 专案指挥部也得到消息 十方警方有一列警车将要在这路过 如果被攀传东发现成为惊弓之鸟 必会铤而走险 后果不堪设想 随着指挥员下令 数名十方武警搭乘一辆三陵越野车 风驰电掣一般来到了饭店门口 随着刹车声 武警在专案刑警的带领下 旋风一般冲进饭馆 举枪指着攀传东 并且大喝一声 不许动 攀传东蹭的一下站起来 西服滑落在凳子上 右手做出掏枪的动作 武警战士按照预案 果断对攀的头部开枪射击 说着攀传东啊 伸手也是了得 他浑身一机灵 一低头 把子弹给躲过去了 可就在他低头的瞬间 刑警们一个箭步 把攀传东摁倒在地制服了 其他的嫌疑人也全都束手就擒 而那件危险的黑西服 早就被刑警们一把夺去 刑警当场从攀的裤兜里 搜出了压满了子弹的 仿六四式手枪一支 从西服的兜里搜出了自制炸弹一枚 顿时啊 这围观的群众都自发的鼓掌 警察这一仗打得真漂亮 接着刑警们赶到染性力的散注处进行搜查 又查获火枪一支 军用子弹43发 滑塘猎枪子弹2发 还有作案时使用的马刀和钢管等等凶器 染阳潘三人落网之后 专案人员马上展开审讯 过程啊非常的艰苦 但是最后三个人不仅如实供认了五六持枪抢劫杀人案的犯罪事实 还交代了自1996年以来 三人伙同张俊涛 曾四强 李东平 曾武等人 在成都地区都江宴 彭州 重州 双流 温江 江津 新都和德阳地区 石坊 广汉 中江 棉竹 以及阿坝州 汶川等地 疯狂抢劫出租司机 加油站工作人员 卡拉OK厅服务员 过往的行人等等 作案八十五起 杀死16人 伤害4人 其中重伤4人 同时还轮奸3人 他们还预谋招募更多的死党 使用武器弹药杀害监狱管教人员 抢劫成余成眠高速公路的大巴旅客 以及在某市要害部门制造爆炸 2000年9月20号 周玉福在石坊落网 2000年10月到11月期间 被羁押在崇州市看守所的阮兴利 串通玉游 获得了铁物 偷偷地把这个铁物磨利 11月6号 阮兴利等人伺机越狱 被看守所的民警和武警 果断地拿下 他最后的阴谋 化为了泡影 2001年2月27号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 判处抢劫 故意杀人 脱逃犯 染性力 抢劫犯杨贵青 抢劫犯潘传东 抢劫犯周玉福 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判处抢劫犯张俊涛 无期徒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